为什么佛教徒要庆祝威赛节 就是庆祝威赛节的意义是什么 威赛节也称为佛陀日 是五月的月圆日 那我们佛教徒庆祝威赛节 是因为就在这一天 释迦牟尼佛诞生 成为希达多太子 然后也在这一天 他成道政务 成为佛陀 也在这一天 我们的佛陀入伯涅盘 彻底的告别这个生死轮回 好 那我们要庆祝威赛节 主要是要让我们一念 这三个日子的特殊意义 你看希达多太子的诞生 就非常重要了 这是一个人 一个众生 古史以来的生死轮回里面 的最后一个偷生 因为这一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了 然后呢 也就在那一生 他必然会证悟 会成佛 成阿罗汉 然后完成了他的重大使命 度化众生 传扬 解脱之法 之后 那他将会从此告别这个生死轮回 所以这个是一个菩萨的诞生 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那么他的成佛也是非常殊胜的 因为成佛来得并不容易 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经过四个阿真子界有十万个大解 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长久的一个积累 波罗蜜的菩萨道 在这么漫长的日子里 他有时候甚至要舍生命 甚至为了圆满 种种的波罗蜜 比如说这个首戒的波罗蜜 智慧的波罗蜜 精进的波罗蜜 等等忍辱的波罗蜜 种种的这个波罗蜜 那他有时候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 经历种种的磨练 才会成佛 所以为了什么呢 为了找出这个跳出生死轮回的道路 能够度化众生 也能够跟着他一样 跳出生死轮回 不再痛苦 所以佛的出现就非常的重要了 他来得不容易 而且他的价值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 他带给众生最重要的一个希望 就是给众生看到 生命是可以升华的 是有方法升华的 而这个升华最后的结果 就是摆脱一切的痛苦 他成就了 他也给我们看到 我们依那个方法 他所教导的方法 也能够成就 所以这个是成佛的意义 所以我们庆祝他的成佛 也就让我们更懂得珍惜 佛的到来 和他留下给我们的遗产 就是佛法 还有圣团 所以我们更懂得珍惜 然后呢 更懂得把握 然后呢 佛的入灭呢 就是涅槃给我们看到一个圆满的生命 因为一般我们所概观定论 很多人他可能某一个时候 他生命活得好 但是到后期可能又犯错又不好了 但是佛徒给我们看到他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呢 是一个由始至终都圆满的 从他诞生 到他做王子 到他成家立业 到他修行 出家 然后呢 到后来证悟 然后呢 传法 一直到他如灭 整个生命的历程是一个圆圆满满的 没有瑕疵的 至少在他本人来说呢 生命可以经历很多种种的考验 但是他是不犯错的 他是在每一个生命的阶段 都以最好的法的音去回应 然后呢 去成就 不管是领导啊 帮助众生啊 督众生等等 他都是圆满的 所以他的圆满的一生 终于挂上了据点 就是入灭 入波涅槃 从此不再投生了 不再轮回了 所以给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多么圆满的一个生命 也给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 这样的圆满生命 不只是属于他 他也把那个方法流传给我们 给我们知道 我们也可以活出一个 这样圆满的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庆祝威赛节 就是要一念这三个生命阶段的 特殊价值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作为一个菩萨投生 他的诞生 他从菩萨到证物 成佛 他的证物 成道 和他最后过完了一个圆满的 这么圆满的一生 然后终于画上了据点 这是多么殊胜 而且他带来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值得我们给我们的讯息 和我们能够做的这个学习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庆祝的时候 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欣赏 或者学习 威赛节 佛陀的诞生 成道跟涅槃 那就会产生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生起了正确 往光明的导向 这个就是庆祝的意义 它会带给我们每一个庆祝者 一种力量 好 佛教徒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 威赛节 好 这个呢 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吧 每个人都有种种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崇敬 展现自己的喜悦 都是好的 只要是以能够带出我们的喜悦 恭敬 随喜佛陀的这个三个成就 都可以 然后呢 它要产生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心有一个正确的导向 这就是功德 各大佛教团体都会在威赛节这一天举办各种活动 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欲佛和点灯 欲佛点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呢 欲佛是 严格来讲 其实是欲菩萨 你看那个小小的一个孩子 但是那时其实还没有成佛 他一般人们都叫做欲佛 其实是欲那个佛陀的诞生 但是还没成佛 是菩萨 那么的确是如此 当是希达多太子 他诞生的时候呢 是有天神 方天神给他注入 那是一冷一冷一冷的那个水 到了菩萨的身上 是温暖的一个温水 给他洗浴的 所以我们是延续 因为作为威赛节 庆祝佛陀的这个诞生 菩萨的诞生 所以延续这个天神 方天神 给佛陀的 给菩萨的这个领域 我们也作为这个一个仪式 我们也给菩萨像 做这个领域 这种仪式 这是让我们呢 能够放效 天神给菩萨的一个领域 这样而已 一种恭敬吧 点灯 灯代表呢 在佛教一直代表着光明 点灯是现出光明 点燃那个光明 那么呢 我们也可以讲 点燃我们的新灯 然后呢 灯光明 这里也代表着智慧 代表着智慧 看得到自然界的法则 那就是智慧了 所以点灯希望 这个意义是要点燃我们内心的光明 点燃我们内心的智慧 这智慧是什么智慧 看到自然界法则的智慧 懂得如何不再造苦因 懂得制造善因 最终得到最好的善果 这个点灯的意义是如此 破除一切的杂燃 一切的黑暗 谈那佛陀的出现 给世界带来怎么样的改变 其实最主要的佛陀的出现 给这个世界的作用 其实是给看到一个希望 看到一个可能性 因为没有佛出现 人们对生命的看起来 就只能够从生到死 也看不到别的可能性了 你只能够最多是赚钱 发财 或者享福 最多只能如此 然后到死的时候 还能做什么 看不到希望 那么而且苦 生命要经历苦 就只能经历 但是佛陀的出现 给我们看到生命 有一个很高的价值 就是人可以彻底的战胜自己 连贪生死都可以战胜 贪生死 很多宗家他们说 神明都有成心 但是在我们佛教里面 人的升华可以达到 连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杂染 一切的弱点 都能够彻底的消除 通过如法得法的修行 所以最大的价值 就是给我们看到 有一个这么崇高的理想 是可以实现的 有人实现了 我们也跟着那个 他也把方法教给我们了 我们只要跟着那个方法 去做 终有一天 我们都能够一步一步的 得到这种生命的升华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给大家看到的一种希望 此外呢 佛陀还带给这个世界 很多非常有意义的讯息 比如说和平的讯息 为什么 怎样才能够达到和平 佛陀是以恨 只恨 不是办法 要以爱 只恨 这里头就有他的自然觉的法则 跟因果关系 那么 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代 的那些斗争 暴力 等等 甚至还以宗教为理由都有的 但是呢 佛教带来的是一个和平的讯息 告诉我们 怎样的因 才能够让我们 远离一切的这些斗争的痛苦 以爱 以爱 以慈悲 就能够克服 所以他告诉了我们真正的摆脱一些苦难的因 所以他带来的其实是方法 一个光明 一个道路 然后呢 这个世界 至于这个世界能不能改变 那是世界要跟着这个讯息 他照亮了前面的路 但是呢 世界要带来改变 只有当世界上的人们看到了这个路 也懂得跟随这个路 那么呢 就会改变 所以严格来讲呢 是佛陀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改变的希望 跟改变的方法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一世界怎么改变 那是世界的事了 佛教如何给世界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那基本上呢 不是说佛陀给什么 佛陀给方法 给那个指出那个因果 然后呢 世界怎么会得到更美好的生活呢 那是世界的事 这个世界的人如果跟随 自然就会找到更好的生活 如果没有跟随 那自然也不会 不是说佛教出现 那么呢 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 是不会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因 在自己心中 在自己身上 所以佛陀只是 就是把那个方法 那个道理讲出来 那个自然界的法则 讲出来 然后呢 这个世界上 至于世界 是会怎么样更好 那其实就 赖于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 自己为自己 造下怎么样的因 然后呢 就会得到怎么样的 美好的生活 当然 但是自己的因果决定的 怎么怎样做 才是对佛陀最高的礼尽 那 好 那我们问 佛陀这个礼尽 是佛陀需要的吗 啊 佛陀没有了 他入灭了 他没有需要这些礼尽 即使佛陀在世 他已经体正 已经活住无我了 所以呢 众生理尽他 不理尽他 他是没有差别的 他没改变的 佛陀的快乐 来自法 来自清净心 来自烦恼的一切断注 而不是来自别人 给他什么样的理尽 所以我们在这个明白 我们就知道 那理尽是谁需要 是众生需要 因为当我们理尽佛陀 理尽一个伟大的人物 一个证悟者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理尽他的法 他所体现的法 他所活出来的圆满 他的法 所以当我们在理尽的时候 他对我们心里产生一种力量 叫做心的正确导向 阿塔撒玛巴尼迪 巴黎文叫 心的一个正确的自我 一个导向 所以当我们心有身体这种 对善的 对光明的 对圆满的一种导向 那是我们自己得到这个利益 好 所以这个理尽的价值 当我们明白 理尽佛陀的价值的 他的那个作用的时候 我们才想怎样做 才是最好的理尽呢 那佛陀自己有说过的 对他最好的理尽 是把法活出来 把法活出来 其实他有他的原理 因为佛陀为什么成佛 他是为了让众生 离苦得乐 奋斗 寻求这个佛道 辛苦的菩萨道来成佛的 所以他这么辛苦成佛 那只有当 我们把佛陀的出现的价值 发挥到最好 那才是最好的理尽啊 那怎样把佛陀的出现 发挥到最好呢 就是我们要活出佛陀 成佛的本怀 就是他要众生离苦得乐 解脱 那我们如果依教奉行 得到解脱 那就是对佛陀的最好的理尽了 所以把法活出来 那是对佛陀最高的理尽 当然鲜花啦 那些种种的礼拜啊 那些方式也都是对的 但是呢 这些最重要还是要带出 那是一个是形式上的理尽 是重要的 需要的啊 那因为我们人都需要一些形式 来把我们新的一些数字带出来 但是更有价值的 就是实实在在的活住法 那就是对佛陀最高的理尽了 谈谈对佛教的展望 关于到对佛教的展望 我想如果能够把原始佛陀的讯息 佛陀对众生的期待 把那个活出来 那就是佛教最好的传扬了 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 人们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 但是却找不到快乐的方法 却不知道 自己摸索 摸索不出来 所以要快乐造的却是苦因 如果我们能够让佛陀的方法 佛法弘扬出去 让人们找到那个答案 从佛法中找到答案 那也就是把佛陀 成佛的本怀活出来 所以传法 今天我们在佛教里面看到 信仰的成分占去绝大部分 可是在佛陀时代 信仰反而是比较少的 体振 反而是那个自信的成分 反而是更强的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 要让佛教复兴 其实就是要让众生 从佛教中 从佛法身中得到最好的真会 就是解脱 就是离古得了 好 要做到这一点 佛教不能够只是流于形式 要走向体振 因为只有体振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真会 所以我们在传法的时候 当然形式 践踏 照佛像 这些都好 都好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 要把我们的精力 注意力 人力 财力 更多的投向众生的福利 投向众生的生命的提升 智慧的成长 所以界定会的 实修实证 我们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他就是实实在在的把佛教的利益 广传出去 普及化了 希望会有更多的人 各个年龄层 所有的人 不只是年轻人 老人 小孩 都能够在他们的生命的层次里 在法上得到提升 希望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 佛教弘扬的一个生态 让任何一个年龄层 任何一个群体 特别是弱势群体 也能够在佛教里面 走进佛教 看到在佛教里得到提升 能够在那个生命的历程 生命的阶段 都能够学到佛法 好 谈谈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为今年的威赛节 定下了这个2023年度 威赛节主题 齐心 取利 国父 民强 这个主题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如果我们要让佛教的 虽然最终的目标是导向解脱 但是人们也要在现实中 看到佛法的力量 当他们在现实中 看到佛法的力量的时候 才能够往更高的理想去追寻 那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呢 那佛教讲因果嘛 所以如果我们任何一个 不管任何一个目标 任何一个理想 不管是处世间的还是世间的 只要符合自然界的法则 只要因做对了 那个好的果都会实现 好 那所以我们要发挥 这个佛教的因果智慧 教导大家怎么样的齐心 齐心怎么齐心呢 那什么东西让大家不齐心呢 是我们的实心 因为人的实心升起了 它就很难齐心了 就很难团结了 好 那我们要教导这个团结之道 通过佛教的那种无我的智慧 站向自我 放下私心的那种修为 我们就能够达到齐心 因为集体的目标 要团结去 共同的齐心去实现 才能够达到这个国父民强的 这个集体的目标 所以集体的目标 不是一个人能够实现的 有赖于大家一起来实现 但大家怎么实现呢 第一要先排除各自的私心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然后一起为同样的目标注入 大家都在各个领域注入自己的强项 注入对的因 比如说医生 他就注入给好好的做一个好的医生 领导者好好的领导 等等 老师好好的把老师的角色做好 这样呢就是虽然各自付出的因 看起来不同 其实他都有他的共同点 都是他都是正因 都是把每一个岗位 把每一个人的角色做得好 所以这种就是齐心 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来做同一件事 但是只要不制造摩擦 不互相的磨损 你支持我 我支持你 那就是齐心 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呢 就要放下死心 放下对别人的那种抗拒排斥 好 当我们能够齐心的时候 依这个因果法则 这个无我的法则 我们齐心 然后呢 发动自己的力量 各自在各自的领域 发出各自的力量 所以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 把自己的角色演好 那自然的 这个国父民墙的情况 就自然的发生 各个民族 各个宗教徒之间 都是一种和谐的 共同的进步 那么呢 自然的贫穷 就能够得到克服 人们的那种 很多穷苦的人 他能够看到 很希望 当我们照顾到 弱势群体 贫穷的群体 让他们也生活也好起来 那自然的 这个国家 就整体就会富裕起来 国家也就好起来 那么呢 国父民墙 人民怎么叫墙呢 一个是摆脱那种 冰弱的现象 当然也是那种 然后呢 另一种是精神上的 所以 当我们讲墙 都是精神跟物质的 我们如果能够照顾到 人民的物质需要 精神需要 这时候呢 那就是一个强的人民 所以这个国父 民墙 就能够达到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目标的定义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然后对他的方法 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然后呢 再有一个团结 齐心的一些落实 那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正好是佛教有在这方面呢 在方法论上 我们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可以贡献出我们的方法 因果的方法 符合因果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佛教徒把这个范围做好 那么呢 自然有一种 我们叫做射受和感染力 然后呢 也会让其他的有族 其他的宗教 也受到这种佛教徒的 这个正面正能量的影响 让大家都能够为这个目标 贡献出我们佛教的力量 和佛教的方法